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 为什么拉面锅里的牛肉汤又浓又鲜 非常好喝还没有腥味 自己在家却怎么也做不出来 其实关键就在这两步 首先是食材 熬牛肉汤肯定少掉牛瓣骨 让老板娘从中间剁开 再加两块不花钱的牛油 千万不要焯水 倒入清水稍微洗一下 牛肉也不用改道 直接加一勺盐 就这样用淡盐水泡一个小时 泡出里面的血水 然后锅中水烧开 先将牛骨下锅 大火煮开打掉上面的浮沫 再放入牛油 小火出清汤 大火出浓汤 就这样开大火熬40分钟 熬出牛骨的鲜味 熬至汤汁浓白 再将牛肉下锅 牛肉汤好不好喝 关键就是这个香料包 它是有14种香料 按比例搭配好的 不管是对牛肉还是羊肉 放上一袋都特别好喝 用小火先熬半个小时 再来半个胡萝卜 加一勺盐调味 继续小火熬30分钟 熬至萝卜软烂 捞出来切成厚片 牛肉也同样捞出来切一下 再加一把小葱花 咬几勺熬好的牛肉汤 家里有条件的 它加点香菜碎就可以喝了 这样做的牛肉汤 汤鲜味浓 好喝又不腻 一边吃肉一边喝汤 再加上萝卜和粉条 只要吃过你就忘不了